所以基本上 我可以把它加進來,那加進來之後的話呢,那各位可以再比對一下,比如這個地方你也可以類似這個格式 因為我匯入之後的話,沒辦法匯入格式,他只能匯入資料 所以如果你要恢復像這個地方 的相關的那個部分的話,你可以在自己在比如說成交部分 再加上初期好等等的,我想這個地方格式自己再做一些變化 多練習一下應該是ok的 那剛剛同學有試過,好像在其他的網站也可以 本來不能匯入的,現在變成可以匯入了 如果變成可以匯入的話,後面可以做很多事情 基本上你會發現 尤其像那個 網路上面的那個資料有時候量非常非常大 你要一直不斷去抓的話,其實你也可以跑那個 回圈啦 然後他其實 上面的這個數字有時候都有固定的 比如說有時候他一頁一頁的 那你可以怎麼樣呢 跑回回圈嘛 然後去抓這一頁之後,再抓下一頁,再抓下一頁,再抓下一頁 那一頁的話就存成一個工作,一頁就存一個工作表 那這樣的話基本上 網路上的所有資料其實都可以 把它怎麼樣呢 動態的抓下來 只要那個網站是活著的話 基本上你看就可以很快的把資料抓下來 然後你需要做什麼 比如說你以後100個工作表 如果假的100個工作表你要合併 或分開 都沒有問題啊 我們分開前面有講 但是合併也很簡單嘛 反正你就跑回圈 看這個序詞有幾個嘛 就是到 for 比如說第 一個 到 序詞.com 就是 還有幾個 然後你可以 可以分開 你也可以把它併在一起 併在一起之後,你也可以再去做後續的分析 也是不會問題 所以如果 懂得這一套東西的話 大大提升那個 就是那個效率的 尤其我看蠻多是 他本身就是 做好像分析師之類的吧 所以他如果 我在想說如果分析師他不懂 VBA的話 那真的是 很麻煩的 因為資料量這麼大 我想 如果每天都在土法鏈鋼 他恐怕幾個助理都不夠用 他助理也只能怎麼樣